山里的花 这山区里盛开着种类繁多的花 如果有诗人的想象力 会说从雪峰往下望 开马拉花的山坡就像是一把巨大的花树 让足堪受教的弟子尊敬地谢给他的上师天 我会坐在这花团紧促之旁对着天空凝视 找寻那位植花的园丁 喜马拉雅山谷内所有的花中 最美丽的是百合和兰花 好几百种的百合花会在冬天之后一起绽放 有时候甚至在雪季之来就会有开花 有一种非常美丽的粉红色百合花 是在六七月之间生长 在路德拉沟塔河上游 八千至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度沿岸有随处可见 路德拉沟塔河其后在钢沟垂市流入恒河 这个品种的百合花在 波加巴塞地区的树下也常见到 喜马拉雅山区的兰花比任何其他花都来得灿烂 它们生长在海拔四千至六千英尺的地带 我发现过最重的一朵兰花是长在一棵橡树上 几乎重打一磅半 这些品种的兰花 有的在距离尼泊尔首府加德马 都几英里之遥的温室中可以见到 但是绝大多数都还没有被园艺学家所发现 在兰花的开花季节里 天生固执的花苞常常要等上六七天才开花 但是一开花就美不胜收 熬整个花季至少长达两个半月之久 山地的仙人掌会突然在有月光的夜晚开花 它们似乎羞耻于 它们似乎羞于接到阳光 这些美丽花朵的欢伴会在日出之前合起来 然后就不再绽放 喜马拉雅山区的肉质植物和仙人掌 有些是具有医疗的效果 我所认识的就有25种不同的品种 据说苏膜曼藤就是一种 生长在海拔11000至18000英尺高度的肉质植物 喜马拉雅山众多品种的花当中 光是杜鹃就有150种 最让人惊艳的是白色和蓝色的 红色和粉红色的则是最为普遍 还有一种则是同一朵花上有不同颜色的花瓣 到了夏季 有时候整个山谷都铺满了杜鹃花 若说喜马拉雅山种花之中的王者 则非雪莲莫属 这是非常罕见的花 有一天我在山中漫步 接到一朵蓝色的雪莲 它是大小如一个盘子 长在两块岩石之间 一半被雪所覆盖 我仔细地看着它 心中就和这美丽的雪莲开始对话 我说 你为何孤单在此 你的美应该要受人欣赏才是 你应该在凋谢之前将自己奉献给人 否则等花瓣落尽 又重归于尘土 当微风吹动着花茎 它轻轻摇艳 向我垂首说 你以为我自己在此会感到孤独吗 独处就是万物皆归于一己 我可是在享受这些高山 纯净 以及把蓝天当作洒盖 我想摘花 想把它拔起来 把这朵莲花当成我自己的生命一般 整株拿去谢给我的师父 我像一个不负责任的皎洁孩子 说 假如我把你的花瓣捏碎 你能怎么办 莲花回答 我会很乐意 因为我的芬芳将传遍各处 因而完成了我生命的目的 我把莲花 连根拔起 拿去谢给师父 可是她并不领情 她从不喜欢使用花和花香 只有少数几次 要我去森林中 拾去花朵来拜神 所以那是我最后一次摘花 我觉得那么做 像是从大自然母亲的膝上 硬生生地把她的孩子夺走 从此我永不再摘花 美是要用来欣赏的 不是要使用 占有 毁化 当你开始欣赏大自然之美 就会培养出美感 感谢您的聆听 你好 欢迎一起来学习 恒河之流 为了要满足我独处的欲望 我到处漫游 处在大自然中 就是在仰慕它 有时候我会走到积雪的小溪旁 看着林林波澜 在行径中彼此推挤 山中的河流 西界自顶峰的冰河奔流而下 看起来像是许多交错的头发 西河所发出的音乐非常宜人 我常拿生命之流 和这些川流不息的西河相比 看着如此大量的水奔腾入海 而其中毫无界隙 这些水流从不倒流 有任何的界隙都立即被其他的水填满 如此连续不绝 这些西河象征了永恒的生命之流 在月光下 两岸闪亮如银 我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 望着这些流自冰河以及瀑布的雪中西河 住在恒河流经的喜马拉雅山区 我常坐在河岸的岩石上 凝视蓝天中的明月 它脚白的月光散满了沙地 我接到遥远村落中住家的灯火阑山 当云层撒开了 又接到了天上有百万盏闪烁的新灯 这一长道是由星星所组成的队伍 实在是超乎了人类的想象 喜马拉雅山的群峰则是在静静地 在下面静静地欣赏着众生们在嬉戏 有些星星好像是在山峰之间 玩捉迷藏的游戏 从任何方向望过去 山峰和雪界都被群星放出来的 乳白色光芒所照亮 我到今天仍然记得这幕景象 到了傍晚 云雾形成了厚实的一层被子 照在雪峰之间的恒河上 而在日出之前 飘在恒河之上则是 云雾形成了一条毯子 河看起来像是一条蟒蛇 在毯子下酣睡 日出时的阳光迫不及待地 冲到这些神圣的河中畅饮 犹如我每天早上冲到恒河中 洗浴一样 山中的水清澈如今 极为悦目 使人精神振奋 刚仁波齐峰下的 马旁央错湖 是很多河流的源头 这些源头自喜马拉雅山的河流中 最特殊的一条自然是恒河 当恒河从它在刚勾锤的 冰河源头流出时 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 深具滋养和医疗的价值 住在恒河岸旁边的人们 很少患有皮肤病 每户人家都保有一瓶恒河水 村民用来给林中之人饮用 恒河的水即使装入瓶 再久也不会蔑致 细菌无法在其中生长 而其他河流的水 则没有这种功效 很久以前的水手们就都知道 船上带着恒河的水 从加尔各达发船 一路航行到伦敦 水质都不会变 而从伦敦发船 带着泰晤士河的水 途中就一定会要换水 世界上很多科学家分析 恒河的水 适者找出其中究竟有哪些 特殊的化学组合和矿物质 印度著名的科学家 博斯博士 在分析过恒河的水质后 得出的结论是 世界上其他地方 似乎没有跟恒河一样的河流 他还有的矿物质 对很多疾病都具有疗效 可是 当恒河流到平原地区时 他汇集了很多遭到污染的支流 就失去了这些特性 也留很多村民有河藏的习俗 相信如此能让敬爱的些人得到永生 就我个人观点而言 我不赞成污染河流的行为 也不同意从举行河藏的河流中取水饮用 还称之为圣水 我的师父告诉我 不要有那种饮用恒河之水 或者在恒河中 沐浴就能够洗尽自己罪恶的观念 他教我夜的理论 对我说 每人都要为自己的夜行负责 夜报的法则是无可避免的 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都接受 自食其果的说法 你要学会如何有技巧的履行责任 不逃避也不贪值 不要相信有任何东西可以洗尽你的恶业 在河中禁狱 或者去一座又一座庙宇朝圣 都无法解脱业力的束缚 这种说法都是迷信 也不合逻辑 留自喜马拉雅山的恒河 肥沃了印度的泥土 养活了如今超过六亿人口 却有人说这山是贫瘠的 居然也有作者说 喜马拉雅山的矿产不丰 无法养活大型企业 从经济的角度而言 喜马拉雅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我同意这些作者的说法 站在经济的角度 这山是不富有的 而它是灵山 能为追求灵性之人提供精神上的富足 不是为追求财富者提供物质上的富足 过去想从经济观点去开发 喜马拉雅山的人都失败了 未来想如此做的人也注定会失败 虽然喜马拉雅山是整个印度 食用水和怪盖用水的蓄水库 但是山中村落在现代教育 科技 医药上却没有得到公平的占比 印度的规坏者 没有能够更加重视这个蓄水库 实在不治 虽然如此 山中的居民宁愿保留卸壮 我常听到喜马拉雅山的居民说 不要来扰乱我们 不要来此地开发 你们只需要感恩尊敬我们 但离我们远一点 感谢你的聆听 希望对你有收获 你好 欢迎你一起来学习 淳朴居民 这些村庄的主要经济来源 是在梯田所种植的大麦 小麦 小别豆 它们养的牲口有水牛 绵羊 牛群 马匹 沙羊 这些居民分布极广 有的住在庞哲普 克什米尔的喜马拉雅山区 有的住在库马俑 加和尔的喜马拉雅山区 有的住在尼泊尔和西津的喜马拉雅山区 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贫穷而诚实 不会偷盗或是争吵 在高山上的村落中 居民不会锁门 根本不需要锁 有些当地村落是朝圣所经之处 如果你去到山中庙宇朝圣的途中 掉落了皮甲 几个星期之后你回来 皮甲仍然在原地 没有人会去动它 因为当地人相信 为得允许去动别人的东西是不尽的行为 他们会问 我们为什么要用别人的东西 他们不贪 因为他们的需要不多 不受物欲所苦 村民依赖平原地区的物资 只有盐 以及点灯所用的油 比起世上其他地区 这些村落社区贪腐的现象 少了很多 因为当地人民的习惯单纯 诚实 善良 那里的生活宁静而太平 那里的人不会去恨任何人 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仇恨 不愿下山租到平原地区 山地人民离开山区 会觉得平地的人民 狡猾多心和装模作样 让他们相处起来很不自在 然而 在受到现代教育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 已经开始常常发生 说谎 偷窃的事件 大家认为现代社会是进步的 有教养的 但它不是纯真天然的 那种教养 就像是人工养殖的珍珠 今天已经很少人懂得欣赏天然珍珠 现代人类不断地教养 在教养自己的结果 已经和自然现实脱节 让自己以及人性变得更为脆弱 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活着是为了向人炫耀 而不是为人服务 如果你去到山区 不论你是谁 他们会问你的第一句话一定是 你吃了吗 你有地方住吗 不论你是朋友或是陌生人 那边的人都会这么问 加和尔以及库马永山区的人民 聪明 有文化 好客 凯格拉山谷 以及加和尔山谷地区的艺术品 以他们的笔触和色彩而闻名 这些山地社区的教育水准 有的比起印度 许多其他地区还要高 各个社区中的技师 对于混合了密法的星象学 有丰富的知识 有时会让许多外地来的访客 都惊叹不已 著名的生活方式 简单而天静自然 他们住在美丽的木造房子中 衣服都是自己制造的 夜晚时分 他们聚在一起歌咏 用美妙的旋律 齐唱他们的民谣 他们一起跳舞时 所欢唱的民谣曲子 和谐而动人心血 山地的鼓手展露非凡的记忆 当地的牧羊人和学童 都会用竹笛和丹簧片演奏 少女少男到山上去 解释深口的牧草 和吹饭用的柴火时 会自然地做起诗歌涌唱 孩童则是玩足球 或是草地驱棍球来自于 喜马拉雅山区文化的一个特质 就是敬重父母和长者 在海拔4000至6000英尺的高地区 生长起来的树木 大多数都是各种的 橡树 松树 山树 在高山地区 生长起来的白花树 它的树皮被村民用来书写 记录下生活情形 礼拜的方式 草药的使用法 每个村民对草药都略知一二 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用得上 从克什米尔到庞州普 从尼泊尔到西津的山区 所有的村庄都能以为印度的军队提供建装的士兵而著称 在这个地区 百岁人类并不罕见 有一种喜马拉雅山地的族群被称之为 红渣 是分布在巴基斯塔境内的吃肉居民 但是分布在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山区的同一族群 则是素食者 他们被称为汉萨 这个字的意思是天鹅 在印度神话中 天鹅是经常会借到的象征 据说天鹅将可以将融在水中的乳汁分离出来 只引用其中的乳汁 同样的 汉萨这两个字融合了两件事 善和恶 智者能择善而弃恶 在整个山区中 普遍存在对下课题的谋伴信仰 每个村庄里至少有一两小型的拜祭神殿 而圣者们则是云游各地 不会如村民一般结设定居 村民会晒带这些圣者们 为他们供养食物和居住 圣者们来自全国各地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住在岩洞树下小茅屋中 他们通常在村庄外面停居 而他们的居处就会被视为是庙宇的所在 通常 每个村落至少会有一名停居的圣者 有时同时会有好几位 他们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都是由村民供养 每当有任何云游的苦行僧 瑜伽室甚至来到 村民手边有什么食物都会拿来供养 村民乐于招待客人 很容易和客人接力友谊 我在喜马拉雅山区各地旅行时 并不喜欢借助村民家或是当地官员的住处 而偏好住在这些圣者们隐居的处所 像是岩洞和小茅屋中 喜马拉雅山曼并没有阻碍山地两侧地区的文化交流 山中居住数以百计的社区和族群 各自有着明显不同的生活方式 结果形成了某种独特的地区文化 混合了印度、西藏、中国的文化成分 在喜马拉雅山区 不同地区的语言也不相同 有一度我可以说尼泊尔语 加河尔语 库玛勇语 庞哲普语 以及一些西藏语 但是我从未学过克什米尔语 懂了这些山地的语言 让我更容易和当地灵性大师 以及草药师进行沟通 七月是最适合在喜马拉雅山区旅行的月份 此时积雪和冰川开始融化 形成数以切记的溪流到处奔驰 这个时候天气不会动得难受 了解冰川、雪崩和山崩的人 只要小心都可以安全地在山区旅行 喜马拉雅山的威胁从古至今都没有变 雪崩、川崎的西河、雪崖、布满积雪的高耸山峰 它们是不会为任何旅行者而改变的 虽然如此 喜马拉雅山中灵性的传奇 自古以来就不断地赶着旅行者截去 探寻那位置的智慧 早在一千年以前 就已经有数以百计的藏人和汉人 越过这里的前往印度取经 他们将经文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文字 把佛教传播到自己的国家 佛教中的大乘体系 在十世纪之前就是如此越过喜马拉雅山地区边城 传到西藏和汉地 佛教中的禅宗就属于这个体系 其后又只安转到了日本 而原始的教导都是十个世纪之前 由印度的大师们传过去的 中国儒家和道家的门人 接受了来自喜马拉雅山大师们的智慧 自然会尊重喜马拉雅山以及山中的圣者 道家所侧重的无为法则 在印度圣典《伯家梵歌》中有精准的描述 印度早期哲学中明确推崇涅槃观念 对于西藏、蒙古、汉地和日本所有的宗教 都有相当的影响 这些山就是我的游乐场 它们像是受到大自然这位母亲 心心照料的广大庭院 所以她住在古地的子女能够安居其中 才能够明了生命的意义 在那里人能够明白到 生命即使小如一片草叶 乃至大如最高的山峰都无庸伤悲 在我上十天的指导下 我跟着喜马拉雅的圣者们生活在山中 在山中游走 如此度过了四十五个年头 其中往往短短几年就经历了 一般人好几辈子都无法得到的经验 我之所以能够如此 都是因为我挚爱的师父 希望我能够亲自去体验 去选择自己做出决定 这一连串在圣者们身边所学习 所得到的体验 帮助我找到自己内在那个决心中心 保持和他的连结 我在后面会告诉你们 我长大的过程 受过什么样的训练 跟着什么样的圣者一起生活 从那样的体验中 他们教了我什么 这些都不是从课堂 或是书本中能够学习到的 收集在这本书里面的故事 都是那些惊艳的记录 每次 每次当我要讲故事给世人听的时候 我都会想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故事 我祈愿别人能够从这些经验中获益 所以才会在讲演和上课的时候 把他们说出来 我总是问学生们 我还有什么东西保留给自己 而没有教给你们吗 你们要从这些灵性的故事中 学到对你自己的成长 有用的东西 然后开始去练 去实践 你目前还不能掌握的东西 就先把它还给说故事的人 到今天 每当一起到这些故事 都还是会让我觉醒 让我感到喜马拉雅山在呼唤 在叫我回去 感谢你的聆听 希望你也有收获 亲爱的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